作词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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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一念佛的时候 佛所有修行的累劫累世修行的功德 都马上布施给我们 就像儿子叫妈妈爸爸 妈妈爸爸用他最大的爱 行为 钱 去爱护这个小孩子 所以佛力三宝加持力不可失忆 所以所谓慈悲导师 本师释迦牟尼佛百千万劫 乃至奉献他的生命 所以做种种的修行 终于为我们而成就佛道 就像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所以成就佛国净土 是为了圆圆满满供养给我们 就像一个有钱人赚了很多钱 然后呢 这个钱只要你愿意用 就拿去用 一样 就像我们来莲花大夏 要我们大家都要感恩 我们达督黄敏才的福报 那低音卢翠亭的福报 我们都借用他的福报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 大家这么树木 庄严的来受词 八观再借 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佛 这样慈悲也让自己有福报 因为你有这个福报 那以后你可以把福报 布施给众生 所以当我们一念佛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要把自己最好的能力啊 最好的福报啊 布施给对方 那佛是如此 我们也要学佛如此 所以只要别人找你 那你要马上说 我能为你做什么 那释迦牟尼佛更慈悲了 你要头吗 我给你头 你要我的骨髓吗 我给你骨髓 所以佛陀累世 为了众生 就像布施给母老虎 小老虎 然后呢 为了救鸽子 国王的身体 布施给老鹰 为了救五个鬼 国王的血 布施给五个恶鬼道 这五个恶鬼道 那后来还成为佛的五个 比丘 佛初传法轮 所以每一个佛都是这样子成佛的 所以我们除了念佛的伟大的功德 我们要学习佛陀这样来布施奉献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特色 所有众生之所以痛苦 是保护自己 我执 我自我中心 为了自己 就像各位做生意 做生意是要服务大众 还是要赚别人的钱 那是学佛了才想服务大众 没有学佛以前 就是这样了 像老鼠一样 用尽心机 要去赚赢别人的钱 所以 这是我们华人的特色 旧爱吉 但是我们学佛了 那我们要开始改变自己 所以 把自己最好的 是为了服务别人 那你才会开悟 为什么 以前用尽心机赚钱 只赚一万块 现在想尽办法帮助别人 居然赚一百万 哪一个华德来 那你就开悟了 所以就不会用自己的想法 而会站在众生的立场 这就是学佛的开悟 哇 越慈悲 越帮助别人 得到的越多 越吝啬 越保护自己 失去的更多 所以 佛要我们最后 达到无我的空性 完全没有自己 而圆满的大悲 去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这就是佛 这就是佛 伟大的地方 所以在念一次 念佛 慈悲导师 学佛 学佛慈悲众生 那希望大家 学佛以后 我们要开始改变这个个性 把自我自私的个性 来变成 我服务你 今天你的儿子结婚了 娶了一个漂亮年轻的媳妇 做婆婆的很高兴 我可以开始来帮助这个媳妇 对不对 那学佛的媳妇 如果有学佛 哎呀 我又多一个爸爸妈妈 我好好去孝顺他们 那如果两方面都有这个思想 请问家庭会不会和谐啊 就不会对立 现在这个社会的充满对立 国与国之间 宗教与宗教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商业团体商业团体 所以现在所谓国际贸易战 站起来了 打起来了 所以包括宗教之间的冲突 那唯有佛法的这种 无我利他的思想 那太伟大了 所以各位 今天你为什么要来受八观灾界 为什么 好厉害 为众生 请站在台上去 就是要有这个思想 你要有这个思想 别人就学你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 培养这种利他的思想 一切都为众生 穿衣服走路 所以今天大家来受八观灾界 是为众生 为马来西亚 为整个地球世界 为所有众生 那你这样想 做皇帝目的就是要 掌控别人 影响别人 增加自己的 被尊敬 但是作为一个菩萨 有没有自然在影响世界 他知道他守的八观灾界 最深的五检地狱 最高的天 包括诸佛菩萨 都为你以发正心 来守八观灾界 而高兴 请问你的影响力大不大 所以懂得佛教的人 不想做皇帝 我在家里送个地藏经 整个马来西亚都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 我在这边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加持 加持到五间地狱 加持到六道众生 因为你有一个广大的菩提心 所以如果各位有这样心态 你不会执着了 不然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希望我有钱 让人家知道 我希望我今天穿新衣服漂亮 让别人知道 我想要赢过别人 我想要征服别人 甚至花了很多钱 要来做官 做最高的国王皇帝 这样我很骄傲 但是你学佛了 哎呀 缘起信空 任何一个起心动念 都在影响始法界 念一下 一心造始法界 你的念头一直在影响佛 你的念头一直在影响恶鬼道 所以你的念头一直在影响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单独存在 凡是一切存在 都是因缘和合 互相影响这个道理 知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才有善恶因果观念 帮助别人 帮助社会 事实上 那你就得到一个善业 伤害别人 伤害社会 伤害众生 你就造了一个恶业 这是自然的道理 跟你是不是佛教徒 没有关系 念一下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所以凡是善恶果报 都有它的因缘 所以因缘所生 但是凡是因缘所生法 都是无自信空 因为一切都可以影响改变 没有永恒不变的 没有单独存在的 所以各位要有这种观念 念一下 生命一体 世界一体 众生一体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就是马来西亚 我就是山 我就是水 所以你杀动物 然后动物就杀你 你救人 那人就来帮你 原来我们跟整个世界众生 都是如何 念一下 息息相关 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多人 一起来发这样子的 无上菩提心 来受持八观灾界 来保持正念 请问整个世界 有没有被我们影响啊 各位 你现在就是皇帝了 你已经在影响了整个法界了 所以我们保持一个正念 所以佛 之所以叫佛 他永远在影响这个世界 因为他保持在真正的空性的平等的禅定 跟对所有众生的大悲心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要找到的 来 念一下 找到自信 如实之自信 你要真正了解 你的本性 你的自信 一直是圆满的 一直在影响了世界的 但是如果你起了贪嗔痴 分叠心 所谓的自私 骄傲 贪欲 称恨 那我们又在破坏这个世界了 首先你被破坏的是你的身体 心不清净 而肉体不清净 爱生气的人 心脏不好啊 生闷气的人 肺部不好啊 忧郁的人 胃肠不好啊 骄傲的人 骨头不好啊 脊脚的人 头痛 因为你一起心机 你的身体就不好 事业就不好 家庭就不好 所以各位今天 恢复八观灾界这种正念 敬阿罗汉 那也升起无上菩提心 请问 病苦会不会消除 业障会不会消除 车祸会不会消除 都会消除 而且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身道 而且种下将来升天 乃至往生净土 成就佛道的种子 因种下去了 所以八观灾界 重不重要 所以不用回家了 就留在这边吧 大家就一辈子 守着八观灾界 来利益整个社会 好不好啊 如果这一群人 发愿要利益整个国家社会 这个世界有希望了 不要再自私了 老人都是我爸爸 老女人都是我妈妈 年轻人都是我儿女 哪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国家 哪一种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 要去照顾他 这个就是佛教要建立的一个 圆满健康的思想 所以我们念佛 要学佛 这种无我空性 平等大悲 如何帮助社会 帮助众生 做这样子的人 伟不伟大 所以统统来出家吧 至少你要说好 然后说下辈子 我说随缘 那当然了 随缘下辈子 这还是有一点业障 你要说当下 以后下回顺便请 踢头师一起来 那这个叫 利根 善根 就像善财童子 观金菩萨旁边一个善财童子 16岁的时候 他累劫了大福报修行 他投胎在他家的时候 他家的黄金珠宝变得满满的 他一出生的时候 家里更有钱 所以他爸爸给他取名叫善财 他一来 一怀孕就发财了 16岁的时候 见到文殊菩萨 拜了三拜 他就没回家过了 就随文殊菩萨 发菩提心出家了 文殊菩萨